表情嚴肅 已經停止運作的香港獨立媒體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中配權 獲得保釋後布出香港灣仔法院 法院二十八號裁決 包含中配權在內 以及立場新聞註冊母公司 還有最後一任臨時總編輯林紹彤 串謀發佈煽動刊物的罪名成立 這是香港主權移交後 熟悉有香港媒體遭控煽動罪成立 法官表示二零二一年搜查立場新聞 拘捕相關人事時政治氣氛緊繃 立場新聞有十一篇文章 被裁定距煽動意圖 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破壞 而無國界記者則表示 這是香港政府在設立新的紅線 擔心未來當局會用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以煽動罪起訴更多記者 另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修米勒 則發文指出香港法院的裁決 不僅打壓新聞自由 也損害了香港國際開放的聲譽 而港府方面則是批評質疑聲浪 是反華惡勢力 曾被誉為亞洲言論自由的避風港 香港如今風聲鶴唳 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